来看一部失窃了六年的限量版大型重型机车 原本车主对找回爱车早就不抱希望了 没想到六年后 远景拦检悬挂假车排重机的时候 意外发现了这部失窃的重机 两名收藏的这个男子呢 是遭到法办了 让车处很感激 不过怎么样去发现呢 原来是远景透过了建设组 用科技破解遭到磨损毁损的这个引擎号码 恐怕呢 如果说不是这样的办案方式 实在也没有办法找回机车了 车主现在的限量版大型重型 鲜艳配色帅气的整流罩 加上强大马力 车主六年前花了三十几万才刚买到手 没有想到马上被小偷给偷走了 原本车主对于找回爱车早已不抱希望了 没有想到六年之后 爱车重新出现在他的眼前 让他很感激警方的用心办案 高兴他说我们真的很不简单 因为他说他已经很解放 因为已经六年了 爱车失窃了六年 车上的引擎号码早被磨光 但原警不放弃希望 蓝检查获之后 两多人专业的电解技术 解析遭破坏的引擎号码 过滤十年来失窃机车资料 总算查出了失窃车主 把爱车误归原主 原警在路上发现这部失窃的重机 悬挂假车牌 蓝检抓回车后 两名收受张车的男子 全被以未遭文书罪含送法办 虽然这部限量版爱车 如今无法再挂牌了 但车主说 对这台车的感情依旧在 要好好保存 不会再让他被偷走了 中间新闻周大祥 南投报道